大家好 欢迎回来 前面两个视频我们探讨了两点间距离问题 在一维和二维上面的情况 我们是实验了用蒙特卡罗莫尼法去帮助我们去趋劲 收敛到我们的一个理想概率值 这个视频也是这个第四大章的最后一个小章节 我们去探讨把它推广到三维空间中两点间的距离问题 我们不浪费时间 我们直接进入到这个数学的信息背景中 我们已经创建了4-2-10的字幕录 在这个下面的话 我们建立一个文件叫做Distance3D 3D Figure 所以这个三维实际上进一步拓展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我们依然用单位 单位的边长 所以就是叫做单位立方体 正六面体 在这个正六面体内部 那它的现在的X和Y 它的坐标就要由三个坐标值来表示 就是XYZ了 所以就是每一个坐标 它都是由三个随机数来表示的 那很简单 它现在在三维空间中的距离 那就是三个坐标值的差值的平方 平方和 然后再取它的根号 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SQRT XYZ 然后我们去判断它是不是小于等于0.5 同样我去先是画出来这样的图 然后我们求解它的概率 我们就能知道那个我们的目标值 咱们先把它这个图那个画写出来 所以这个图跟我们上一次的这个2DFigure 应该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我们现在3DFigure的话 那我们就用上一个这边的这张图 2DFigure 我们把它拷过来 来备用了 把这个关掉 双击它 我们就检查一下不同 首先这个是50条线 然后forI到1到N 这个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现在在这边的话 我们增加了一个轴 run的1 这是Z1 然后再来一个Z2 接下来在这个里面的话 在这个公式里面 加上Z1-Z2 的平方 就把它拓展成 三维空间中的两点之间的距离 所以在这边我去画图的时候 同样我要去画三个点 加上Z1-Z2 这边的话 也是 不是三个点啊 是三个坐标 一个是红 一个是绿 所以我们来画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图形 但这个图形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应该 这个是figure1 我们把它关掉 所以我们现在plot 要用的是plot3的命令 否则的话它是画不出来 三个 这是3D 所以 现在这个是一个三维的 对于三维空间的话 我们就不用这个 Excel 不只是它了 我们应该再加上WavePoint 从60度30这个角度去来观看 当然在这边的话 我们是可以通过它来进行旋转的 所以就是我们只不过预先给出了一个 就是起始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叫对于想看的三维图形指定一个角度 所以在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红色是我的小于等于0.5的 这个距离 所以这个是3D 但是有没有plot4 这个可能我们是画不出来的 是吧 如果我现在把它保存 我们在这边的话 像我之前说的 我能不能画4D图呢 这可能已经超出了 这个Octive的处理范围 我们 那我在这边的话 实际上 我就再加上一个 那就是 比如说再加上一个AE 等于RUN的1 然后从A2 A2 等于RUN的1 从数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我就是再加一个维度而已 A1-A2 但是我们在立体几何中已经找不到这样的方式 就是描述了 我们看看A1 A2 这块 这个pl4应该是没有这条命 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 plot4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并没有一个四维空间的制图 所以我们拿三维空间来画的话 那一样还是会出错 因为我们只能在这边的话 画出我们的这些线 但是第四个维度 就把它放到了另外一个空间中 我们就没办法去展示这个第四个维度了 但是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说 我可以去计算四维空间中的这样的距离问题 因为我们把它停留在就是数学的思想实验上面的话 我们不要去在维度上面去进行可视化 那我还是可以继续去计算 我们先回到我们的三维 我们把这个程序改造成我们的Distance3D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画图了 我们只是做计算 在计算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做什么 把它关掉 我们在这头的话 把我们的点放大 然后增加技术器 Count等于0 然后在这头的话 不要算去做这个制图 Count等于Count加1 然后没有else的必要了 所以直接就是按的if 按的这个for 我输出Count 然后Properability等于Count除以N 所以我现在纯是做计算 这个图我也不需要了 这个都可以关掉 我只需要计算我的值 所以这个Count得到了一堆Count 对吗 这个我不需要得到这么多Count 在这个地方是要有一个分号 所以我在这边 Count 我们把它144 然后是500 这个时候是28.8% 2880 我们现在这是500个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5万 或者是50万 放到一个更大的这个值 我们来计算一下 稍等 它这个时候应该会算的若干秒了 0.2774 所以这个277G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同样是 我们在这边的话 它没有再做更多的这个破展了 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去说 我可以看计算一下距离小于0.3的 这个我们原理上面 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维空间 就是在这边的话 我们把这个4D继续做一个拓展 变成一个4D的计算公式 我们现在知道三维空间的计算公式 我们得到的是大概28%,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四维空间 我们这个4D 同样 那我是先是放500 那我这边的Count等于0 然后在这头 如果它实现了四维空间中距离小于0.5 我Count等于Count加1 不要else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可以把3D中的这两行考过来了 然后不要做图的命令 我们先看500的 这个时候距离范围就会小了 这是因为在四维空间中 它的可变区域的这个距离 相对于我们的这个四维空间 可以说四维空间是一个很广大的空间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概率 直接缩小了超过一倍 我们现在继续 我们就算10万吧 看看它最终收敛到多少 14% 而我在50万的时候收敛到27% 所以就是将近一半的这个缩小 大家可以去在头脑中去思考一下 这个三维推广到四维的时候 增加的另外一个维度 这个增加的这个维度 A轴和XYZ都是互相垂直的 只不过它的垂直在我们的三维空间中 已经不可见了 那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我们距离小于等于0.5的 这个可能性 概率就只有14%了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们的这个 计算量的加大 我们的或者和维度的加大 我们在这边的话 距离的这个问题求解出来的结果 会持续的有所变化和不同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我说让你去用数值法去计算出来 四维空间中这样的距离问题 基本上已经出在一种可能是无法得到一个可计算公式的这种可能 但是现在我们用蒙特卡罗 模拟法可以看到是说我们非常轻松的可以解决这种高维问题 很简单如果我想让你去解决一个十维空间中的任意两点间的距离问题 小于0.5的 那我们还是说十维单位多面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面体 它是一个十维的空间体 在这个下面的话 同样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我只需要定义十套变量就完了 然后在这边的话 keep增加这个他们的距离计算公式 只不过在可视化方面的话 这个就已经实现不了了 但是我们在数学的精准计算中通过蒙特卡罗模拟法 我们是完全可以把这样的理论 这样可能的概率值计算出来 或者说我们去模拟出来它最终的收敛趋势 所以到目前为止 希望大家跟着我把之前的这么多这些例子 都已经成功的敲入你的代码 我还是回到我之前重复的是说 我希望大家不是用 既不用我的代码 又不要用书上的代码去copy paste 还是要跟着 你可以跟着我的视频一行一行的 像我这样的话去敲入 这种过学习的过程的话 能够帮助你去熟悉这门 语言的语法词法 也容易发现是说你可能会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包括是说我的手可能在敲某些单词的时候 经常可能会小拇指会有一些出错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拼写错误 你错的多了 你自然就在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感觉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一章学习了 蒙特夸罗的模拟法的方式去使用Octave 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普通的数值计算中难以实现的一些方法的这种解决的问题 下一个章节也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大章 就是我们去看分型构造问题 我们去讨论什么叫分型 然后使用Octave实现多种形状的分型 主要分型其实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是用简单的图形通过多次重复 去重复自身来实现勾画出一个复杂图形 所以就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么一个数学过程 当然这个分型我在另外的视频系列中 就是使用Python去解决数学问题 里面也有专门的探讨 但是那个视频是用Python作为编程语言 这一个视频系列 我们从下一个视频开始的话 我们是在Octave这样的编程语言中进行数学方面的科学计算 好 希望大家能够在下来以后的话 继续熟悉一下 我们已经回味熟悉我们的蒙特卡罗莫尼法 然后我们下一个视频再分型构造 再见 拜拜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